5月24日,马天宇发布的一条微博,晒出与父亲的合照,悼念父亲,但随后秒删,很多网友的洗礼餐饮,让很多人阴头污水,有人猜测是作秀,是炒作,或是薄头条,其实真正的马天宇绅士你并不懂,真正的马天宇你更不了解,马天宇的绅士应该都知道,出生在农村,家里条件十分不好。 5岁那年的8月15,他妈妈自杀了,他说因为母亲是在8月15日去世的,所以我从来不过8月15这个节,我每年8月15都是拿着秋去我妈妈的坟上除一些杂草。 他爸爸在妻子去世之后经常酗酒,而且还欠下了不少外债,最后选择以远走他乡的方式来逃避,丢下他和爷爷相依为命。 绝望的他自己去了北京打拼,之后他参加电视选秀节目火了,却因为传闻,让和他相依为命的爷爷气得病情加重去世了。 5岁就没有了母亲,弟弟被人带走了,爷爷在他成功之初就去世了,爸爸也去世了。 所以当他在微博发出跟父母言尽致辞,愿你我各自安好这条博文时,能看出他的内心是承受了多大的压力。 他没有错,身处或不身,这都是他的事,也是他内心最割舍不掉的东西。